那你又覺得自己發了一答沒有 當然沒有 如果發了一答一定不會過來 那你又不要這樣說 我知道自己是不行的 但是他們給錢沒辦法了 沒辦法了 是這麼前低頭 我是一個這麼久的人 買完之後其實不會特別開心 你當作是一個投資工具 但我和我的partner很記得 XX最開心 現在紅仔頭休息的時候 你會不會多了一些職責 很害怕的 我是那些好沒有主見的人 我覺得很累 每一次我自己戴了頭髮後 我覺得自己有一個責任去娛樂其他人 Hi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講什麼都是錢》 沒錯 這節目就是經濟一周 全新的podcast類型的節目 每一集我都會找不同的嘉賓 來自不同的範疇 不同的領域 去分享一下自己的理財計劃 無論是儲蓄賺錢 又或者怎樣花錢 等等不同的理財概念 都會在這個節目裡面 一一跟大家去分享 又或者談吐 而今天 嗯 紅仔頭的朋友 男仔頭在這裡 哈哈 紅仔頭的朋友 男仔頭 不是因為經常 喊得很順 就是紅仔頭和男仔頭一起 但是 今次我們這個 《講什麼都是錢》 這個節目呢 男仔頭 第一次是嗎 第一次是獻給我 是呀 第一次真的自己一個單拖 去上這個節目 是呀 感覺如何呢 其實 沒什麼特別 都是這樣 是嗎 是呀 好像你們經常是 孖仔報起的 不要說我那麼害怕 其實沒什麼 我自己都可以做的 是 以前都是試過有自己做的 嗯 我以為會有一個 互相照應的感覺 平時 可能這個問題 答得短一點的時候 就有紅仔頭在旁邊 幫你elaborate下去 現在擔不擔心 有這個情況出現 不擔心 始終有 在這裡 一來有你 訪問而已 不用照應 又不是打仗 哈哈 就是普通答問題而已 還有不用那麼害怕 是呀 其實沒什麼 但我也想問一下 繼續去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首先我們由 了解對方 私人的一個情感的方向 開始去講起 會不會有 真的情感上有些轉變 就是紅仔頭現在 休息的這段時間 少見 但是情感都沒什麼特別的 就是朋友 始終都是朋友 有些朋友需要休息一下 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們有時候也會出來玩 吃飯 只不過他工作上休息一下 是 友誼都情不變 是 會不會每天聊電話 其實 沒有 現在沒有這些 以前小時候可能會的 因為我們小時候 經常會想到一些新的東西 那時候就經常打 有新的想法 就打給對方 問問 不如這麼好嗎 大了就少一點這些 加上休息 然後做事就差不多 見又沒有打電話 這些東西 是 由中學開始認識對方 是嗎 其實小學都同一間小學 不過就很少聯絡 去到很大 中三中四才開始有 叫做聯絡得密一點 有出去玩 是 其實有什麼trick point 會令你們兩個走在一起 一起去拍攝 量子 一起去搞一個頻道 其實一開始是他 很想 就是他見到明仔 拍攝 那個金日FreeStyle 然後他就說 我都可以 他這樣說 我說不是啊 你未必可以 你潑冷水的那些 不覺得你是藍色 水的象徵 我也是 其實本來我是因為 隨便 因為再說回來 就是他想拍 然後我就說 不要啦 出樣子 免得啦 然後我就 就說又不是英俊 大家都 又不是有什麼 就是有什麼壞了 你扣著頭 你還去死口說不是 對 就算知道 我都還說不是你吹 聲音也是人有相似而已 對 就算真的是音樂的聲音 你怎樣電腦鑑證 我都說不是你吹嗎 我都說不是 你扣著誰說我是 我們就這樣想 之後 就開始扣著頭拍 然後一開始是 是麻煩的 第一 第二條好像是麻煩的 因為我都怕出聲 被人認得 我第一條就不出聲 但是 效果一定是不行 但是他又不深色 第二條就說他先出聲 然後就拍 拍完之後 就好像開始 都多些人看 然後後來我看 好像都OK 那我都可以出聲 然後就這樣 然後就這樣開始做 就是一開始就像默劇 那樣的形式去做 對 其實真的很靠演技 說真的 而且是你語氣方面的一個調節 才可以做到一個效果 因為現在各位觀眾可能不知道 原來真的這樣看著 這個戴著頭套的男人 感覺是有點恐怖的 因為我不知道你究竟是不是在看著我 是的 或者你的視線在哪裡 你這個頭套還說 這裡可以呼吸 因為我知道你另外一個頭套是 小一點的 就呼吸不到氣 又遮蓋了 那個就真的完全看不到東西 是的 完全看不到的 那你都很習慣在黑暗裡面生存 都習慣的 因為這個我本身是比較怕黑的 所以我是做不到這個 遮蓋著樣子的角色 而且這樣看著好像 好像不知道怎樣 那為什麼你會想到用熊仔 你是很喜歡熊仔 是他很喜歡熊 那個松侍豪 是他很喜歡 然後後來又怕有什麼 版權問題 之後就改一下眉毛 改一下樣子 改一下改到不太像 那我就跟他說 你隨便讓我套住了 總之我不要看到我 你之前用熊仔的 是嗎 是的 所以隨便的 其實那時候很簡單 去女人街 那些 有些枕頭 連著裡面是皮 哦 是的 我們就剪了一張皮 然後就變成頭套了 但是之前我印象中 是 我沒有更新到之後的一個發展是怎樣 是不見過你的頭套 是的 有沒有找得回 沒有 再弄回 再用這招 在兩間買一個回來 這次好像不是 這次好像是 然後就是這樣 那時候他好像有一個不知道背囊 連電腦還是什麼 那應該是被人整個拿走 哦 哎呀 所以這個故事教訓你 一定不要亂駕駛出街 哈哈哈哈 留在家裡好了 留在家裡專注創作好了 是的 還有因為我也看過你們的影片 其實熊仔頭也有說 你其實是比較 創意力比較強 還有你是負責搞笑位 很多 還有懶散一點 懶散一點 我也有看到他說 剪片又不行了 哈哈哈哈 但是量度也行 但是現在 你本身就是專注在你 可能創意方面的方向發展 就是比較多 在你的頻道裡面 就是你負責這件事比較多 那之後現在熊仔頭休息的時候 那你會不會多了一些職責 或者你顧及的事情會不會多了很多呢 多的 本身我就是 可能我是那些 就是想到一個位是OK的 然後說完出來之後 就叫他幫忙實行 那他以前就做 基本上他是一個 幫我實行了 就是你是天馬行空那個 他就是落地 但是我又沒有想到 怎樣實際去進行 現在我去做這步驟 就覺得原來很難 然後我要負責這件事 所以經常都是 有一點想的和做出來的有些不同 所以就 沒有慢慢重新學過 現在好像 我剛才公司的訓練那樣 在那裡逐個同事問 這個應該怎樣做 這個應該怎樣做 真的我是 現在重頭學起來的 有沒有辛苦了很多呢 就是責任好像重了很多 現在整條條路都是 可能你要揹飛 就是每個決定都是你做 然後就是每一步 怎樣走 接下來怎樣發展 都是要你 獨力去揹著 其實很害怕的 是嗎 就是我是那些 很沒有主見的人 就是我覺得 你什麼星座 我是白羊座 不懂這個 然後一號人格 OK 是嗎 然後月亮星座都是白羊座 好白羊座 對 好白羊座 然後 然後 就是我就是那些 因為創作的東西 你很難分對與錯 是 所以我就會很沒有信心 這個決定我怎樣才好 然後 就這一下很大壓力 做多做少 我覺得沒所謂 因為我們公司就 整班人 可能 其實我們的規模 就是我們那個 平時工作模式 就是這些長桌 OK 大家就坐在一起 我們可能 可能有時候我們做一做一做 然後隔壁的人會聊聊天 做多一些 就是留在辦公室 我又不覺得很累 很辛苦 但是反而是壓力 可能是一些決策方面 就會多了 然後這些就 會令到你可能有些卻步 因為不知道這件事是否可行 但是幸好你也有很多同事 大家一起 brainstorm 因為之前 其實如果是說拍片方面 通常你都是很初期的 Youtuber來說 通常都是拍了才算 不理會收視的 那些 對 以前來的 現在紅了那麼多 紅了都十年 有沒有那個想法 或者你們的決策方面 會不會真的 可能著重多了在 顧及觀眾想看什麼方面 而損失了自己想拍什麼 也有的 也有的 因為 觀眾他們的 我覺得他們的要求高了一點 但是我們 我還是那些很小 很大小的那些想法 有些 覺得這件事挺好笑 就想拍 這件事挺好笑就怕 但是 組裝出來 其實又不是觀眾很受樂的東西 這樣 但是都沒有所謂的 我也很想繼續做 沒有再試一下 如何在一些新方向 配合我一些低B的東西 不是 獨特的性格 獨特的性格 要這樣鬥 要這樣鬥 但是 你的頻道 其實都 run 了 是不是十年了 十年 差不多 以上 我可不可以說以上 有兩次 十年時間 其實當中有沒有想過要放棄 因為我看過那些影片 你們的影片曾經紅仔頭 還是其他的同事 應該是紅仔頭 說曾經有些金主想出價 買你們的頻道 你中間有沒有 現在經常都後悔沒有拿到那些項目 然後 那時候說拿100萬買 是 然後我 那時候 可能十年前 10年前100萬 可能都比老客賣 都不買 哈哈哈哈 我已經忘記了 我已經好像是那些老人家說 舊時 哇 那時候幾千元 清朝的時候就很多 五毛錢吃到一碗文吞麵 是的 但是我們那年代不是 喂 你也是差不多 不要說年紀 不要爆出來 那時候我們吃文吞麵也20元 也是 你吃一頓飯也百多元 那一百萬有多少 其實你不是很多 然後 他的提供又不知道怎樣 要聽他說 對 要聽他知底 後來我有動搖過 後來他跟我說 這麼少 轉個頭找回來 然後我說 這樣嗎 那不好了 哈哈 那不好了 大家相信創作的概念 理念 還有相信對方 所以你們的友誼 其實真的很厲害 你們的根底 都是的 我也覺得是 因為有些人你會 一識就知道 他是甚麼人 我自己是一個 一識的人 我就會分成是甚麼人 即是哪個類型 你已經放進去 是的 但我沒想到你小時候都認識 小時候都已經把他們連入了某個位置 不像很本能 我覺得這樣 因為我覺得太 但我以前 很多同學 但是有很多不同的性格 是的 然後就 大大大 然後我很快 其實我那時也不是很小 只有19、20歲 然後 然後 去到 你很容易開始定型 那個人是一個甚麼人 對 你對嗎 對 小時候都沒有看對方的處事手法 可能在性格上合不合 大家想的東西同不同 玩不玩得到 其實都已經可以定義到他 是不是一個好朋友 是的 所以很快就定義是一個好朋友 所以我跟他就 我們之間是沒有甚麼計較 那些 有沒有吵架 創作上 創作上 但是其他就沒有 因為大家都很隨和 我們是 真的隨和到 吃甚麼都無所謂 那些 但是很難 兩個都無所謂 那究竟吃甚麼 可能想吃甚麼要想半個小時 隨便 進去隨便試一下新的東西 其實沒甚麼都無所謂 曾經有沒有想過 這樣問 有沒有想過拆火 沒有 從頭到尾都沒有想過 只是金主那一刻有一點動用 他其實也不是拆火 他只是想買 但是他喜歡找我們去做 那結束其實也不是拆火 那就是 所以這個友誼 始終友誼有個根基在底 然後做甚麼都好像 大家互相信任 然後大家互相依賴 繼續去發展 繼續去試 那你有沒有在經營過這條頻道 你跟紅仔頭一起拍照 有沒有遇過一些 真的會令到你有想放棄這個念頭 又或者一些低潮期出現 有 那有段時間是經常被人罵 又沒有人看 又有這些情況 那時候也會想的 但是就想一想 我們那麼難得去到這裡 那堅持多一會 如果真的再不行 我都會放棄的 其實我是一個很容易放棄的人 不過他不是 噢 OK 化能分 是的 還有那時候 都叫做懷堵生 那我又覺得 唉 還是不要出去打工那麼辛苦 還是在這裡脫廢一下 去好一下人生 是 然後去好一下好之後 在虛耗中 然後就 他又想多一些新方向去做 那我就 跟著他的方向去做 做一下 然後又可以做一下 那就繼續做一下 新方向有沒有其中一個想法 就是你唱歌 你自己本身是否很喜歡唱歌 我本身是很喜歡的 但是其實那時候 我知道是不行的 但是那時候是剛巧 因為第一件事 有契機就是 我們公司太小 太少人了 沒什麼幕前去做 有些項目是 要你們唱歌 對 想賺錢 最好是有一個 手機遊戲 那時候他過來拍MV 我說 那首歌呢 我找了人的 那誰唱 不如你們兩個 我說 可以 你這樣也敢死 那我就敢死 然後我們就來了 所以就有一次 那些不知什麼 我忘記了 好像是 六月下之約 就是手機遊戲 然後就做這件事 後來又有些手機遊戲 就是唱歌 又可以這樣玩到錢 那時候就行了 就當我唱Key 唱完Key有錢收 那當然是正 之後其實都是這樣 都是一些商業合作去做 但是我知道自己是不行的 但是他們給錢 沒辦法了 沒辦法了 金錢低頭 我就是一個這麼狗的人 哈哈 我就是向金錢低頭 屈服的人 對 我就是這樣容易 因為我看到你們最新也有出過 跟Karita一起唱這首下歌取替歌 我有很多留言 大家都說你有進步的 你也有努力去學 有 你有跟導師 有 然後又有些留言說 這首歌其實是relate 去紅仔頭 暫時休息的情況 原來你將… 我都這麼深嗎 對 他將你的演繹 演繹說出來 歌詞方面又說 因為你好像唱了 沒有了紅仔頭在這個頻道的 就是那個世界出來 其實有沒有這個項目呢 我完全沒有想到這件事 哈哈 不要說那麼淒落 我們真是純粹是frame 就是不用用到這個 就是不用說到下舉取替我 那什麼的 還沒去到 還沒去到這麼誇張 還有我們就不是說 什麼 只不過是大家工作的時候休息一下 我們隨便有玩的 早上我們才去澳門 又掉了幾階大家 一陣間我們又可以去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始終我們這個… 想起又不開心 說什麼都是錢都要圍繞一下錢、錢、銀上的事 因為我們一陣間都可以去講一下投資方面 現在也有些都市傳說 傳聞關於你在投資方面失利 又或者已經賺到很多第一桶金方面的… 每個人都失利的 有多少人找到錢的 我找到少許的 不過輸了而已 哈哈 那我也試過 是吧 那你經歷了10年 就是做YouTuber 又不想為了其他人打工 那你記不記得賺到第一桶金 我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其實你賺到第一桶金沒有? 你會覺得第一桶金的定義很闊的 現在一桶金好… 現在一桶金是多少 對呀 很闊 所以我是很闊的 對呀 很闊的 現在一萬多元一盎司 那怎樣才為之呢 你自己的定義來說 我的定義很… 我是一個很容易滿足的人 我記得那時候是… 因為我們拍攝 我們現在主要收入是靠廣告商 給錢我們買廣告 但以前呢 其實還有一個叫做… 另外的收入就是 YouTube其實你… 就是你會經常看到廣告的 那些廣告其實我們會有錢分的 對我來說第一桶金就是… 那幾千元 那幾千元呢 就是我記得那時候有一間餐廳是… OBAC還是什麼呢? 好像是類似那樣的餐廳 最小時候我們讀書的時候 覺得這間店很貴 那應該是OBAC了 應該是 然後就… 這幾千元無故… 無故有的 那時候我們本身有Find Time 我們沒有想過這筆錢 這筆錢對我們來說 就已經是第一桶金 那我就去那裡吃 吃了自己滿足了之後 然後就… 那一下就很開心 那一下我覺得是… 這是被動收入 被動收入來的 那一下… 你不明白 就是一個… 正在讀書的人 突然有一筆一萬多千的錢過來 已經覺得很開心很滿足 那一下 最記得是那一次 就是第一個被動收入 被動的廣告收入 就令你最容易滿足 其實我可不可以再問一個細節 你們兩個一起去搞這個頻道 FH Production 那其實你們… 那個收資分佈呢 又或者大家分錢方面 其實我可不可以問的 可以,我們分享而已 即是五五的 是的 很公平公正 整件事 不會因為你那麼懶散 剪片又不好 所以就分小一點 是的 始終創作總監 對吧 其實他不計較 他只是一個很不計較的人 兩個都易話為 所以夾著一起 那我當然是易話為 我又懶散 都分了那麼多 那我算底 這些不是我批評的 男生頭的 網上看的 我網上看的 我承認的 我承認的 這件事 現在你應該都要被迫勤力一點 被迫啦 現在迫著要學習 社會要你進步 你不能倒退 沒有啦 現在 我覺得是 我是 學習多了 在他走過之後 啊 OK 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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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是一個 很勤力的人 不是,他是一個很神奇的人 就是他會有很多 他很小的時候 已經很懂得思考的人 然後我一直在他身上學習 其實他是 他是 就是他叫做 我真的有學習的對象 但我就是 就是學不得了 但是很神奇 就是他很小的時候知道 出來做事他什麼都會忍 但是他就會偷偷地 記住你一個什麼人 然後他不會告訴你 就是他是一個很深藏不露的人 OK 都很圓滑 處事手法非常成熟 是 但是外面很多人會當他傻仔 就是這樣認識他 因為他經常扮傻 他是聰明到不懂得說 但是我就是 我就是很容易忍不住 就是如果別人做這些 我就會 爆了 是的 我是一個很隱藏不到自己的人 那你們兩個的性格上 真的很合 就是一個一粒一粒 我不是說到很機 真的在合作方面 可能真的會有很多火花 或者可以配合 如果不是你想想 兩個真的如果這麼巧 優柔寡斷的人一起 可能永遠都做不到決定 或者令一個很火爆的 就會喊到真的有機會 好像剛才我問的問題一樣 說要拆火之類的東西出來 所以其實是好的 始終現在經歷了這麼多 現在你要擔大旗的時候 那你要努力 不用擔心 是吧 加油 剛才就說 我問你 覺得自己賺了大家桶金沒有 那你又覺得自己發了答沒有 發了答當然沒有 又是定義的時間 我定義的時間 很簡單 如果發了答一定不會過來 那你不要這樣說 我以為我們現在開始有個友誼的根基 那本身沒有 那本身沒有 現在有就另計 但問題就是我發了答後 我就不會再戴著頭套做任何事 我會 我覺得很累 每一次我戴著頭套之後 我覺得自己有一個責任 去娛樂其他人 對 就是要做這些事 但我覺得很累 已經累了很久 所以我就 如果我覺得自己發財 我就會休息 開始退休 有沒有設定一個目標 自己何時退休 說真的 說完這個問題 是沒有設定的 沒有 可能金融財進的人 經常會說 我40歲之前就要退休 我40歲不夠算怎麼辦 他們不會的 我就問自己這個問題 我會怎麼辦呢 所以不能退休 所以這個位置不打算 繼續想怎樣搞這條頻道 是的 因為我再想問一下 其實除了在YouTube上發展 你會有一些廣告收入 現在也繼續有 雖然你出片的次數 平均是否一個月還是4至5條 差不多 其實算不算少 有沒有倒退了 算少 有沒有想再增加多一點 推動一下自己 有啊 推動多一點 起碼10條 有啊 其實想的 但我剛才在學習中 我自己定了目標 我覺得這個月要成長多一點 我要走快一點 然後一個月之後我就會 我覺得我們的方向開始會有一些 具體的規模 我們會有的計劃 那大家就拭目以待 對 但不要說我這麼大 我們經常都會失信於人 哈哈 說完之後下個月都是這樣 都是四條 所以現在人們不會相信我們 我經常說謊 我經常去罵別人 不要緊的 那就讓大家有期望 對 有期望之後得不到的 即是當作優惠 對 當作優惠 沒想到這麼多 所以在YouTube上 你還是有靠一些廣告的收入 又或者廣告商的一些投資 又或者跟你們贊助一些片來賺 你自己個人來講 個人投資方面 我們去到 不要說 我相信 我會沒有心機做 你現在 你這個頭套的樣子 已經告訴我 你很沒心機 搞定了嗎 我的身體語言 已經聽到我輸了幾次 你真的很厲害 戴著頭套 我都感覺到你的氣氛是怎樣 我們做訪問之前 我本身真的有一個concert 就是 我捉摸不到 猜測不到你究竟 你的頭套底 你究竟 你的情緒 那個感覺 那個態度是怎樣 但我現在開始認識到 是嗎 開始有一點 但其實你 細心點留意一下 就算你自己 沒有樣子 你從你的身體 你都會看到你的情緒 喂 我現在保持自己的手 一直保持自己 就是了 你就是很約束自己的人 現在就是 就是看到了 我很約束自己 不是都難免緊張 我第一次跟公仔一起做節目 我帶去迪士尼 迪士尼都是這樣的 我也很想看看 迪士尼有沒有你這個樣子 我們說一下 第一次投資 你自己是否有做個人投資 有 有 你投資開什麼 什麼都有 港股 美股 有 外匯 外匯 Crypto 有 哇 物業 有 你很厲害 首先不說賺多少錢 你已經賺到第一桶金了 你有這麼多錢去做投資 不是 那你不用花太大的 因為我的投資力 第一件事 我小時候 就知道 我不明白我爸爸媽媽經常輸錢 然後 股票上的東西 所有東西 就是樓有數 蠢蠢蠢 我就去讀這些相關的東西 我讀OU的時候 我讀過貿易和金融 我想了解多些 有什麼玩 然後 後來了解後 就更糟糕 然後後來 我是 就是我無論玩這些所有東西 我就盤著一個東西 就是我用一個很少錢 我去練習 就是我當自己去打Pokker 或者在打牌 打牌 譬如當蠢蠢 其實有技術之分 有高低之分 打牌什麼都好 其實 我覺得投資都是這樣 就是我會用一個很少的本 去跟別人競技一下 是 然後 所以我從頭到尾 都沒有輸很多錢 那如果買港股方面 你就很少用淨股的形式來買 很少的 即是期權 是的 牛紅、Option 那些 記不記得第一次投資的產品 是甚麼 Colon 我記得 你真的很進取 我記得 那時候 因為我讀這些東西 然後他 你讀Banking 不是風險控制的東西嗎 不是 因為我太差勁了 他們不懂得教這些東西 可以嗎 可以嗎 不是 我是不是誣蔑他 但他最好笑的是 教我個人 他有一科 直接教你 是甚麼 金融資 還是甚麼 總之說得很把握 那我第一課 我就跟朋友 劈頭問他 阿Sir 你現在贏四人輸前 你才沒有說那麼多 當然輸啦 當然輸啦 哈哈 那你教甚麼 贏投資 你是不是這樣 儲了進去之後 一進入第一課 就已經知道 這傢伙不行 那我很難做的 是啊 那你說第一次的投資 已經不是買正股 就是你買那個Colon 然後在股票市場上 我們先不要問輸了多少 賺到最多的那次是買甚麼 記不記得嗎 記得記得 我以為你說 沒有 哈哈 其實沒有 現在很誇張 因為早前我有看 有一個人說 好像叫 有一個美國人叫 Mark Winnie Winnie 你有沒有聽過 他說一個叫VCP形態 哦 第四次投資 對 那個 然後我就賺中了一隻 港股 但我忘記叫甚麼名字 翻了四倍 但那次我就買正股 因為他沒有卵 那次是有 差不多賺了10萬 嘩 好厲害 本金多少 本金多少 就是一隻 兩三萬 兩三萬 三四萬 總之這大概三四倍 現在的股票市場 這麼波動的時候 你賺中了 其實也很厲害 你自己買股票 你又會不會 可能是 你是盜聽圖說 看新聞 還是真的 略知一意的技巧 如何看圖 你用甚麼標準來判斷自己買哪一隻 其實我是 我之前就抄過VCP形態 其實我看了它 有一個YouTuber介紹完之後 它說了背後原理 我了解完之後 我再買一本書看 看完之後 然後我再實戰 然後我又會看看其他人 我基本上別人說的免費資訊 我差不多都看了 我經常看 因為我覺得 有些人真的可以長期獲利 是啊 那我就要想一下 有甚麼方法可以這樣做 然後我就用一個 很少的本 可能一萬多千左右 那我就練習自己 看看如何找到一個工作的方法出來 你是用模擬倉還是真是真倉 當然要真才夠刺激 我也這麼大 做模擬倉是不是40歲才開始 那不行 因為我現在自己訓練自己 我都是用模擬倉開始去做起 但是是買期權 雖然期權的入門是少錢一點 期權就是你所說的選擇 是啊 但選擇我覺得不值 不值嗎 不過不知道會不會得到你其他客 不會的 照說吧 不是選擇被人吃街頭吃時間 我不喜歡這些 我喜歡直接玩期貨 如果是這樣 啊 OK 有些期貨很便宜 OK 我會找你拜一下師傅 這樣看來 一起去 不用啊 一起去了解 探討一下我們的小散戶 還是你們大戶 大戶不同 我真的玩一萬幾千 跟你差不多 只不過是那些工具 我覺得公平一點 散戶之間的討論 我是需要的 我也是經常看其他人說 好啊 因為我看過一段影片 《我在香港發達的日子》 是嗎 你當時對買股票的看法是覺得他們穩笨 才演員不負責任 還有內幕消息都是假的 我有很多教訓 讀完出來 小心點 是得罪了很多人 是的 小心點 但當時我個人是不反對投資 但我覺得這樣說是比較好笑的 還有這件事是真的不合理的 哪件事 就是說聽內幕消息 一來吧 內幕消息 什麼叫內幕消息才行 那就是很內幕的東西 到我那裡還是內幕公開了 我就不合理 最好笑的是 我身邊真的有一個人 我朋友的媽媽跟我說 她有內幕消息 又出現了 出現了幾次 然後我想清楚 什麼是內幕消息 你知不知道什麼是內幕消息 到我們知道就不是內幕了 經過了這麼多層 那一刻我就想不著 我一定要把這個人說出來才行 因為很多人都聽這些 我身邊的朋友都說了 九千多次內幕消息 要說什麼 黑天鵝、灰衰牛 那些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已經我不想知道 不要告訴我 我不想知道這些東西 只要看自己的想法 對 對 自己的想法 覺得哪方面是值得的 哪方面是適合自己的 最重要是自己的一套來做一個投資 現在你繼續有玩股票市場 剛剛還在玩 剛剛還在玩 忍不住又玩 但是你怎麼看虧股票市場 你怎麼看虧股票市場 我不相信 我自己的賭法 我真的賭 每一件事都是 說買賣價格 就是看圖表去決定 我自己這樣看 OK 男生頭原來是看圖表派 是圖表派來的 對 是嗎 都算是 我覺得 這樣說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樣 代表這件事 圖表派不是就是看你剛才說的 VCP形態 MACD RSI 看數據怎樣走 哪一個階段 哇 是不是很厲害 我竟然說得出來 平時做節目真的沒有白費自己 我猜不到自己說得出來 這些那麼重要的鍵詞 剛才我還有問 你說 你也有投資樓 是嗎 你是做買賣的角色 你是投資完 一個轉手賣出去 還是可能你真的投資在自己的一些自主物 沒有 我只是用便宜 我只是用便宜 我們只是用便宜 哦 因為聽說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覺得很尷尬 回答這個問題 聽說YouTuber沒有收入證明 入息證明 所以會比較難借一些案件 沒有入息證明 那些人自己不交稅而已 我有稅表 天公地道都做足 正當人家 就是 職業正當人家 戴過頭套而已 就是 不出樣子而已 不代表是甚麼 但是樓對你來說 會不會算是現在在香港這個環境 會不會算是你一樣很重要的資產 我覺得 重要的話 會不會覺得 一定要有樓才是代表成功 或者代表是一個理程碑 沒有 我沒有這麼想 我覺得當作是一個投資工具 但我覺得它是 不是很划算的 投資工具 我覺得它回報太低 而且要紮很久 看看你買哪些 你買的那些 農場盤那些 可能真的比較難 是啊 是啊 但是我們都是一些很小的 很小的 想試一下 投資 不過後來 我沒有 我沒有理會它 我只想租了 就讓它自己走 但我又不覺得它是一個 必要的 對 必要的 如果說 說我覺得很必要的 我覺得是 我反而 應該這樣說 買完之後 其實不會特別開心 你當作是一個投資工具 但我和我的partner很記得 買車最開心 第一輛車最開心 雖然它是一個 是不是男人的夢來的 不是啊 買車也要跟老婆 其實有一點是這樣的 但我又沒有看到那麼重 我一開始就覺得 其實因為渴望了很久 還有你買車之後 你不覺得生活不同了嗎 我經常都會開車到處去 有些地方你本身是不會去的 那我就會 青龍頭那些 是啊 沙灘那些 其實我也不去 沙灘也不去? 沙灘也不去 要坐車 太辛苦了 即是活動範圍 就是在自己住的範圍 跟隔壁的商場 是啊 你買了車之後 就會很開心很興奮 所以我覺得 對我來說最重要的資產 是會令我開心的東西 快樂的傳源 所以YouTube現在的頻道 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資產 是啊 如果現在有人再出價 多少錢好呢 3000萬 我會不會太大 就是3000萬去買你的 3000萬去買你的頻道 你又會怎樣去處理呢 這件事 又或者現在的心態 有沒有一個轉變 哇 你說得好像真的 不是假的 我是假的 假的不會了 我會堅持自己 但如果真的的話 我就很難說 哈哈哈哈 真的 新金百萬拿出來的話 你再開支付 很掙扎 我應該都未必會的 可能會不會的 因為現在其實說真的 在YouTube界裡面 多了很多不同的頻道 出來 競爭又真的大了很多 所以廣告商 我不肯定 因為我不是廣告商 所以我不知道他們 究竟下廣告的標準是怎樣 又或者是否真的要看看 你的頻道 究竟出片的次數 是有影響的 所以競爭大了很多 所以我就在想 如果有一個金主 現在再出來的時候 你會不會 可能都 是時候要退休了 哈哈哈哈 可能會 可能 我自己也不會 很困難 我應該會這樣做 因為我自己一個在 我一定會問 但如果我的拍檬 我覺得OK了 他想買的 我都會 反正我去看他 因為這件事 我是有一點 基於我友情的問題 因為這件事 他很想去設定出來 我現在是 叫做 代管這件事 到他 準備好了 就再給他 那 我這個時候 我一定不會做 這樣的決定 但如果他 或者他商量完之後 他都想退休了 或者想 怎樣的 那我都覺得 兩樣我都OK 有這筆錢 我肯定開心 沒有都開心 我沒有所謂 我真的沒有所謂 做這樣 是嗎 我聽完之後 覺得 其實你也很尊重你的拍檬 說真的 很尊重他的意向 又或者對這個頻道的一個期望 是怎樣 都可以這樣說 因為我經常覺得 錢是 夠吃就行了 我沒有所謂的 你整個訪問 回到原點 就是你很容易滿足 是的 還有決定方面 也會很尊重你的拍檬 究竟想怎樣 你就不會一意孤行 所以為什麼你們兩個 可以一起 這個動作 好像不是那麼好 哈哈哈哈 一起並肩作戰 努力去經營這個頻道 接下來 其實會不會有機會 你說一開始 可能十年前 當時的樣子還沒有成熟 還是一個青嶺白淨的英俊 不要這樣說 很多人不是這樣 哈哈 你知道我小時候 一直是 小時候我覺得 偷女是說樣子 所以一直不成功 長大才行 長大就比較多女 會欣賞你的內容 賽華 是的 這樣才會得到 哈哈 因為我就是想 會不會有機會 你會脫下頭套 還是真的要到你剛才說 發達那一下 你才會脫下頭套 以真面目示人 我就是男子頭 這樣 不會 我追女的時候就自然會了 哦 只是追女的時候 其實我就是男子頭 你有興趣嗎 請問你今晚有空吃飯 我是流生 你想不想我戴著頭套 也要問對方 那就會了 最後一條問題 說到YouTube價 現在的競爭也很大 你會怎樣去 也有很多年輕的一輩子 都想繼續去看看自己是否做到YouTuber 跟著自己的創意 跟著自己的時間 很敏感的一份工作 但其實很需要很多學習 你會不會有些建議 或者說話跟後輩說一下 對YouTube界現在的發展 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如果想試的話 或者覺得自己有才能 就應該是去試 試了先 我覺得這樣說 我自己本身小時候是 賠償到不能再賠償 沒有感覺 我們要對自己有信心 不是我太客觀對自己 我要重新回到一號營人街 才會賠償自己 你說這些的我 OK OK 第一件事 運動不行 讀書不行 打遊戲不行 什麼春都不行 然後朋友也沒什麼 是很慘 但是我覺得 我是一個樂觀的人 我就會把這些不開心的經歷 拍出來 在這個時刻 但是 如果我不去做這件事 其實你是 我也不知道自己會做這件事 可能做一些很沒什麼意思的工作 可能飲食 救生員 可能做這些 但是 就是無故試了這件事 我今天可以 很 就是叫做 OK 生活 所以 大家就 不要因為自己以前的一些 例如讀書這些東西 去 定定自己 不要定定自己 是哪些人 或者你是哪些人 我覺得我自己不適合讀書 但我覺得我自己不是蠢 所以 試了 可能有一些 說意想不到的驚喜 最多就像男子頭一樣 戴著頭套 沒有人知道 最多就是這樣 現在那些電話 還有一些APP可以變聲 放進去 頭套裡面 嘩 聲音也不用怕別人認得 是啊 什麼都不用怕 好 今天多謝男子頭 跟我們接受這個 說什麼都是錢的訪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FH Productions 期待你有些新的轉變 不要提到 Download 剛剛也是適合 剪了一段 很大壓力 請緊貼更多理財投資和生活資訊 就繼續留意我們不同平台 記得訂閱我們的驚一共肥計劃 以及Youtube頻道 再按個鐘仔呢 記得訂閱 τα